歡迎大家來到《人間情話》 我想大家都去過中式婚宴 通常都比較多聲音 有一次我就去一個婚宴 那個婚宴非常多節目 是由早上開始 有些不知道什麼展覽 下午有些什麼展彩 有些人去說話 然後去到黃昏的時候 又有一個大型卡拉OK的比賽 有些表演 到晚上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在台上去頒獎 拿獎 記住 這是一個婚宴 整件事有一點令我不知自己去哪裡 在做什麼 新郎新娘因為太忙了 所以他們除了進場的時候 那個位置是像一個正常 我們看到的婚宴行動之外 無論在台上台下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不像一個婚宴 也沒有下來敬酒 可能太忙了 或者太多人 各樣 好像連送客都沒有 因為在台上太多事情發生 當他離開那個酒樓的時候 來到街上 我看到那個天空 雖然也是晚上很黑的 而且很多高樓大喊 所以看不到星星 但是我突然覺得很輕鬆 雖然在馬路上 壓到有人的 但是我突然有一個感覺就是 大自然就擺在那裡 無論是星星月亮 太陽 海浪 不需要有很多的華衣美服 不需要有很多的美食 亦都不需要什麼的關係 什麼的活動鋪排 他就這樣擺在那裡 其實都很美麗 很有水平